我的这台车啊 总算是像个正常车了 哎等会把这个副驾驶 放后排一点 嗨大家好 我是鞋底 我现在呢是在澳大利亚的墨尔本 昨天休息了一下 今天状态非常的好 我说要出门溜达溜达了 我跟小桃约的是12点多 现在12点了 12点半左右吧 我们在boxtail见面 还有人记得小桃同学吗 就是我们在仙本大认识的嘛 还有一块旅行了马来西亚 又一块旅行了印度尼西亚 就那个小桃 他呢是在墨尔本这边工作 好久没见了 今天去聚一聚 锅里擦一下 没什么车 因为咱这住郊区 Foxtail 墨尔本的华人呢 基本上都在这边生活 先找个地方停车哟 刚好这边呢 有不错的停车位 但是到了大城市啊 就得交费了 我现在要是说到一点半 一个小时是两块八 哇好贵啊 我来到 完了完了 最高一个小时 先来一小时的吧 大城市就是麻烦 支付了两块八 当真只有一小时啊 这为什么呢 两个小时都不可以吗 兔年大吉喜事来 在福兔银春送祥瑞 这边都是华人的店铺 墨尔本的华人主要生活在这个区域 它这边啊 很多条街 全部都是华人开的店铺 中国兰州牛肉面 北京同仁堂 大味麻辣烫 哦 吃过吗 没有 小堂 这不是关门吗 没关 你看这个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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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这种铝锅的 OK 来来来来 嗯 嗯 嗯 好了 这些差不多了 在这结账是吧 差不多 它应该是 一个一个价格是吧 对 你不要管它 嗯 那个插的它会拿走 嗯 嗯 五十一块八 哎 就是打完整五十一块八吗 小桃付五十 我付一块八 这哪个是一块八的零钱给他 给他两块钱钱 我吃上一个干锅的 小桃吃一个汤锅的 来来来 筷子在这儿有 搞得我们四川的打麻将也没 嗯 嗯 嗯 那就提前恭喜你 大家回去出其不一点 哈哈 不敢发货吗 反正出现在这样子 哈哈哈哈 小桃昨天抢了一张票 多少钱 一千五 直飞 没有 是先飞香港 然后直接回家 从香港去郑州 这么说 行李直接直挂 而且是国泰 特别少还在行李 哇塞 国泰行李 很爽 就现在真的回国方便啊 最后一张可贾票 这个本来是几万多的 我朋友想买一个跟我一样的 嗯 没啥 他买一张票 他从沫尔本质飞香港 然后香港去郑州 六千多块钱 你现在又不隔离 想走就走 太爽了 嗯 嗯 我过几天我也要回去 过段时间 沉默也准备回去了 很多朋友都回国了 嗯 有个机会在国内见了 我看你的小车车跟我当时的一样 啊 前面全是死的 撞的是吧 我先给你调一下 你上车你自己调一下 没准管 我再调一下 全是撞的那个死层子 小偷感受一下我们这个小特色 都很正常 都很正常 你要是 其实你要是 明天不回国 你要在这带一阵子 车料给你 你随便慢慢卖着去 我到时候看一下 我可能还是卖给那个 经销商 因为经销商比较 比较方便一点 快一点 可能就卖的便宜一点 对 卖给低点 就亏了一千多刀 对 要亏钱的 亏的其实还挺多 要是说是我要是 就是卖给自己 就是卖给私人的 可能还不会亏钱 买自己肯定不亏 我原价卖都有可能 不要 五千买到五千卖是不是 我现在出去 找上一个爹着坐一会儿 逛一逛 我因为 要去办美签 所以我现在找上一个 照相的地儿 先去照个相 公司工作 哦 就这种的 就可以打印照相是吧 办公器材什么都在这儿是吧 好的好的 车们大一家办公用品店 他都有 打印在这边 他应该知道尺寸的 你可能只想把它 拦一下一下 一点 所以它不太好 对 只看在这边 三 二 一 一 再一个 一 一 三 二 一 照片已经打印好了 十六块钱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 看一下用这个 这个机子打印一个 就是那种旅行的照片 因为每钱需要嘛 他这边是一毛五一张 啊 你要不连你的手机 试一下是不是 他这边真的是全是自助的 搞不懂啊 这 照片就会从这出来 但是效率太低了 一次只能打一张照片吗 所有的资料 所有的资料 你们看一下打了多少页 好几十页 全部都凑齐了 好 写放在这儿 我跟小桃两个人去转一转 刚才呢 小桃带我上去 就看那什么 剧本啥 我都不知道那啥东西 这个 应该都是 就这几年 这年轻人爱玩的那些东西 像我这个真的是 已经是 不可能 就没有时间说是 坐在那儿几个人 聊聊天什么 看个什么剧本 那折腾哥一下午四五个小时 我想都不要想 刚跟他聊了会儿天 他呢 是 哎呀我 我不是想到 12号 每签完以后 我两个回来想到他这 开车到哪去溜达溜达 结果他昨天晚上的时候呢 搞到一张这个 六千多块钱能回国 过年的机票 他明天明天下午就走了 所以说 咱下次见面呢 有可能就是在 土耳其啊 尼泊尔这样的国家了 因为他现在是 也在这边工作嘛 只要有假期了 他也出去玩 好了 小桃这个 先让他在那儿剧本杀着 我先去逛一逛 嗯 年轻人的剧本杀 咱也搞不懂 所以呢 我就回来睡大觉来了 哦 这睡醒啊 这个 非常安静 因为现在这院子里 就我 还有那纸巾 几只筋 陈医生呢 他们一家人是 出去度假去了 大概要玩个两天才回来 所以呢 哎呀 这两天我就一个人 在那儿生活了 哎呦 就是说 安安静静的地儿 哎呀我好 我就是想着 多休息休息 睡睡觉 因为旅行久了 真的好累的 真的那种累 真的困乏 那么就是感觉都睡不够 就想着 哎呀这样躺着 然后玩个手机 然后手机玩累了 哎呀 倒头就碎 又不凑瓷 又不凑垫的 就是 也没啥事的 那种状态是最舒服的 嗯 这今天见小头 哎呦 好几个月没见他了呀 他那是 昨天人家买张票 你看六千多块钱 明天呢就能回家 就到家了 哇现在真的是太方便了 不隔离呀 是吧 想走就走太舒服了 而我呢 哎呀 这个就尴尬了 因为 你看我拿到新西兰签证了吧 你说你怎么得去趟新西兰吧 你去了新西兰吗 你怎么也得再去 大洋洲其他的几个小岛国 溜达溜达是不是 然后呢 你这12号这个每签呢 是老早就订好的 那几个月前都订了 是吧 要每签拿到以后呢 那当然我可能 拿到每签我也不可能说是 这一趟就去美国溜辉一圈 肯定还得回趟国休息休息 我觉得每签对我来说 难度应该不是很大 就怎么样子都能拿得到 毕竟咱是职业旅游的 你知道吧 他没有理由拒签我呀 是不是 我又不可能说到他那滞留工作 干什么的 也没有任何移民倾向 是不是 哎呀 脖子扭一扭 好了 这个视频呢到这结束 我的话回去 休息休息 然后呢 再研究研究 嗯 每签还有什么资料 需要凑的 基本上啊 这两天就凑齐 后天呢 面签每签 哎呀 我还是回去躺着吧 有个感觉 走出来走一圈 也蛮累的 嗯 拜拜 想看鞋底更多的 环球旅行纪录片的朋友 可以打开今日头条 或西瓜视频 鞋底的主页有 合集功能 点击进入 选择您感兴趣的国家 观看视频 大家记得点赞哦 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